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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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顿一下 到这个地方稍微粗点向左下方写 我们看整体这个姿势比较窄的不要写太宽 上面这横一横的间距要是基本相当 注意这边的间距要大点 这样子的也就是上紧下松 并且这个应该向左斜 这个树跟这个树要长短的变化 那这边还有粗细的变化 横要细 树相对有粗 勾勾的时候要内圆外方 勾不要太长 还有看一下这边 转折处要轻 这边的转折处要轻重对比 横 细 转 转折处 向左斜 这边稍重 然后向左下方写 然后向左下方写 先写撇 再写横 横比要短一点 左低又高 树要细 提比稍钝 停一下垂直 到木材的时候向左带 然后压下去 提上去 提要长一点 那笔留下到粗 到后面断一下 出 要出风的方向 要平 不要向上翘 会向下 稍微平一点 下面这边基本提平 这边要稍微有点侧位 突出那笔 这边笔画都要短 扁 注意稍微平一点 连到这个树的笔画上 不要再交叉点这个地方 横一横的间距 这个间距要大 上面间距要小一点 马字旁 横折 第一个横折 要再要小一点 下面这个竖折 这够的话 要写的宽一点 大一点 这个横应该稍微靠上一点 这边 要间距要小 下面间距要大 也就是说 尽量往上面靠 上面紧凑一点 这个窄一点 下面这个短一点 这个要短一点 这个要长一点 总体来讲 竖折 这个块 左边这个树要细 右边这个要粗一点 轻 这边要重 这样有个对比 横应该尽量往上面靠 鱼 提 按 转折 向左下方斜了 左 左低 右高 点用 右点 横 吸 到转折 往 提 按一下 向左下方斜 铁 铁 稍微直一点 要不然 要注意 左部 穿插 臂上 如果太斜的话 可以给它使用冲头 勾的时候 内缘 外方 勾 不可太差 记住了 上面这部分 横折要短 要小点 下面这个 要宽 要大点 横跨 尽量往上面靠 上面挤 上面松一点 横 要细 最后这个横跨鞋的时候 要拖住 这边出头点 拖住这个树 不可以把这个树 下面出头 不可以把这个树